记者吴正廷金门报道,金门县政府宣示没有退路,要求业者全数运回的矿物细料,今天却被唐豹埋在钱埔水库附近工地泥土中,县议员陈昌家弄指县府说空话,还被业者耍得团团转,要求县府把偷埋的不肖业者揪出来。 一周内查清细料流向,现环保局出当场采样,已确定是否为脱流渣再生加工之产品矿物细料,全案将已请地方检查机关查处。 近日前民众举报中拦出海口排水工程,混合有炼制钢铁废弃物脱流渣再生加工之产品矿物细料,陈昌江在接货爆料,之前埔水库约200公尺一处土被堆置处,买有树公顿强茧的矿物细料。 陈昌江摇集县海宝局长旅清富及辖区交界的金湖镇长蔡奇湖,金沙镇长蔡奇草等道场,在文峰港道的管区锦利见证下,故请怪手当场开挖。 哦,中了,低斗铁铲铲钢窝,里面就有灰色的细料物体,现场一阵哗然,陈昌江气得脸红脖子粗,认为水库就在附近,整夜的雨水恐怕早把强茧的矿物细料带入地下,恐怕影响水质,大骂这些人没有良心,太可恶,太恶劣,他质疑这批细料如果没有问题,为什么要埋入土里? 陈昌江说,副县长吴陈点不是说要业者现期回孕台湾,不是说矿物细料没有流出去,现在四处流窜,全都骗,人的,玩假的,根本胡说八道,要求县府一周内查明近一万吨的矿物细料流向。 陈昌江现场又接获另一爆料,转往金宁湘金门大学附近,仅发现车履带沾满疑似矿物细料的怪手,未见掩埋物,也要求海保局采样村正。 现环保局表示,针对湘金观景堆置于料罗元款附近的矿物细料是否造成周遭污染,以要求业者完成覆盖附近白龙锡检测,PH酸减之为7。 7. 符合标准,会持续裁减掌掌握水值。 另外,针对潜浦水库附近发现掩埋疑似矿物细料,确认该行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,且有违及国土保育犯罪之余,将依检查机关查器环保犯罪案。 建持刑防案已请地方检查机关查处。